第2131集 圣铁 万事莫作绝 你还未成长为大圣 想要成存还早一些 七天擦进嘴角的血迹 重组了身体 远处姬子月叹息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作绝有谁比得过你 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吗 人族非道者 对比所行之事 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叶凡神色冷冽 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睁开了袁天眼 眸光硕硕 猛利益挥剑 披向远处那个背着大葫芦的男子 正是之前到来 为银邪大圣 与刘峰一家助威的人 他早就看出 此人与齐天容貌有几分相似 尽管未出手 但却有一种敌意 这个时候 他一剑落下 宛若古天庭的神仙压落 直接砸在那个人的身上 怎么抵抗都没用 噗的一声 血肉飞溅 骨头成灰 眨眼就形神俱灭 只剩下一团血雾散开 齐天大叫 你 他惊怒交加气的 喷出一口鲜血 浑身都在哆嗦 这的确是他的子嗣之一 而且颇受他看重 就这样一声未坑的 被劈成了碎一块 让他的心都在滴血 叶凡轻语 总是在看别人的凄苦 真正轮到你自己 又如何呢 他声音不高 但是却让齐天震怒 用手点指他说不出话来 身为人族古路上的大圣 走到你这一步 也算是将人族互盗者的路走绝了 杀你十次百次都罪有应得 吉浩月说道 即便是对一位大圣说话 也有一种威严 可查一声 就在这一刻 人族最后一程发出猎响 各种阵纹浮现 直重云天 他竟然要四分五裂了 齐天豁出去了 要毁掉此城 拉上叶凡等人陪葬 短时间打不开 就彻底的激活了城中本源阵纹 启动玉石巨坟 这种古禁制 他是人族互盗者 对最后一关自然了解颇多 锁龙门一落 这里将成为一团困局 神来了都很难重开 然而城中有一绝密古阵 一旦激活将可改变一切 只是这样一来 什么都将不复存在了 会与城一起化成尘埃 轰隆一声 叶凡头上的万物木器顶轰然作响 快速放大 一下子笼罩了此城 他大喝道 不想死的速度进顶 我来救你们 城中居民何其多 叶凡运转法力 只要是不抵抗的 全都在第一时间被吸进顶中 被护在顶里面 吃的一声 而他自己则用力披下 长剑如虹 怒斩人族最后一城 在隆隆大响声中 地气发威 神明都不能阻挡 没有任何悬念 这座古城被劈开了 最强防御也挡不住 在隆隆声中化成尘埃 城中的古镇还没有彻底毁掉此地 叶凡就先劈开了 最后一关的玉石巨坟阵纹 都没有这么迅猛 吃的一声 第一个冲出去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七天 在古城四分五裂的刹那 他第一个逃走了 所谓的想同归于尽 半真半假 显然有恫吓的味道 他要为自己创造逃生的机会 叶凡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深吸了一口气 驾驭地气 先点指向银血大圣 竟然没有立刻去杀七天 这是一片可怕的杀光 几乎是刹那间 银血大圣就被斩爆了 只余下小半截躯体横飞 元神直接顿了出来 叶凡控制剑光 向前轻轻一划 银血大圣惨叫 元神被吸附了过来 暗红色的剑体上 那些古老的图案在发光 路线场景浮现 直到元神成为一个囚徒 没入那些图案中 被禁锢在了剑体上 银血大圣惨呼 这是古来凶名最盛的杀剑 被封在当中 简直是炼狱般的折磨 比一下九幽地府还要可怕 他死心裂肺的惨叫 但是很快昏厥了过去 成为暗红剑体上 一个牢笼刻痕内的小点 不省人事 叶凡头上的顶翻落 所有人都被盗了出来 他片刻不停留 裹带着姬子月 庞博等人 驾驭地气冲了出去 这是一道璀璨的剑光 斩破了宇宙 横渡整片天雨 瞬息就追上齐天 吓得他亡魂接冒 拼命飞顿 然而任他法力通天 不断撕开虚空横渡都无用 一缕剑气早在城中时 就锁定了他 而今化成仙光 斩破虚空如影随形 齐天大吼 贫阙力气逃亡 人族身体反了 肃告知所有护盗者 请来地兵镇压此料 他身为人族护盗者 自然有神光台 故此可以快速驾临其他古城 亡命飞顿 用力嘶吼 希望有人站出来阻挡叶凡 老家伙临死前还泼脏水 这是无耻至极 庞博大骂 边说边将手中那个执法者给斩了 这是与刘明德一起出现的执法者 与庞博对决被其镇压 而今直接割杀 留着也无用了 诸位同道 上题反了 投靠义族欲杀我人族古路上所有精英高手 快快出手 共同抗衡 齐天大吼 亡命飞顿 这老王把膏子太不要脸了 自己勾结义族却斗打一耙 实在是一个无耻之徒 龙马自愧不如 这老祸太没下线了 实胜者等都气愤不已 恨不得立刻扑杀了他 没见过这么卑劣而无德的人 很想一拳年抱他 可以说 到了现在 齐天什么都顾不上了 只要能活命 就算是污蔑一位大帝都没有问题 管他什么阴损与否 庞博建议 叶泽 给他一剑活劈了算了 不然这个卑鄙无耻的老东西 指不定还会说出什么呢 叶凡神色很平静 我就是要给他机会逃命 慢慢跟着就是了 你 这要血洗古路 将一群蛇鼠之辈都引出来 庞博瞬间明白了他要做什么 露出凝重之色 没错 与他有交情的人 估计会阻拦 看他顿向何地 我们一路杀过去 姬子月点头 齐天逃亡连过三城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可是一位大圣啊 被人族圣体追杀 像是碾狗一般 实在让人震惊 齐天像是疯了一般嘶吼 人族圣体反了 成为了人类的叛徒 成为了人类的叛徒 与一族拒搏勾结 诸位速去报信 请动地气 告知各路互道者 然而效果很不明显 几乎无人上前相助 事实上 有谁会相信 叶凡反出人族古路呢 他已经历练完毕 走到了最后一关 怎么可能会造反呢 不用脑子去想 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齐天与人族圣体有怨 在这条路上尽人皆知 但是连过几城后 真的有人站了出来 冲上高天 远远高寒 齐天前辈德高望重 是值得我等尊敬的长者 或许与叶道友 你有什么误会 才导致了这样的不目 能否先停下有话好说 回应给他的 只是一件 一道先忙扫过 他直接崩碎 化成一团血雾形神揭灭 众人倒吸冷气 全都意识到了什么 露出悚然之色 烂道 齐天一脉 要倒大霉了 齐天在前奔行 顾不上后面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死开虚空 以神光台横堵 下一座城池 叶道友 咋能如此呢 万事好商量 齐天他 又是一座古城 又有人出来拦阻 好言相劝 为齐天辩护 扑得一道血光闪过 他化为一滩血迹 这是一条血路 齐天到了后来 他也意识到了 咬牙 吐了一口血 但是却管不了那么多 亲朋固有 站出来 总能为他拖延一段时间 尽管 这个代价很沉重 前方的人不知 后方被路过的古城 相继传开 洞悉了真相 一片哗然 齐天太无耻了 神渣呀 分明是自己勾结一族 结果却抢先破脏水 活该被人族胜体 吃地气追杀 叶行圣体是故意的 要血洗古路 将相关人 全部杀个干净啊 这一日 人族古路大震动 鲜血飞溅 宣飞上天 叶凡追杀 人族大盛七天 震动整片星空 绞杀了很多人 这真的是在血洗 这一条路